愛愛愛愛 融化了煩惱 愛愛愛愛 喔 愛的爸爸 愛愛愛愛 跟著我的心跳 澄清一下你現在看的不是靜止畫面 而是後沛岑黃伯俊這對十年夫妻 用公費談戀愛的現場實錄 自己去賺錢 戲地敗倒在錢錢的石榴群下 乃人之場情 這回對岸倒也是捧出多少coco 才讓沛岑一家 點頭答應出演石金秀 實現駕槓的一人賺錢一人爽 以家賺錢一集爽 戲地不只揪了勞工以期上節目 侯沛岑還fit侯媽林月雲 這這這除了666還是666 她還滿感動的 是說你們這邊忙著用愛發電互相取暖 侯媽在旁邊一臉 我是誰 我在哪 我在幹什麼 片已經夠人了 不要讓長輩的心哽人好嗎 我知道老淚從這邊滴下來 約莫五分鐘後侯沛岑終於想起大明湖般的倒步 緩緩走到林月雲身後 演示一下剛剛見色旺母的心虛 我現在就覺得說你把每一天就是過滿 就是過好就好 侯沛岑的一天還沒結束 湖外的家族情還不夠 接著三人移駕到車上 開著要價569萬元的秉市居350 回到了南港的豪宅繼續拍攝行程 據了解該建案主打一層一戶 共有90瓶及120瓶選擇 平均單價每瓶112萬 股酸房價上億元 咱們好命人別說錢這是 恭敬不如聰明消編者就換個話題 侯沛岑去年初開始 受疫情影響大多留在台灣工作 因此奪出了許多可以陪伴老公和兒子的時間 再加上她近90歲的外婆 這兩年因為失智變得不太能表達 更讓侯沛岑覺得要珍惜當下 才會接下工作與家庭 都能夠兼顧的實境節目 事後蘋果新聞網求證侯沛岑 經紀公司則低調回應當時是在工作 不過工作內容有前保密協定 不方便回應 娛樂動新聞 有些事情就不用太在意 報導